各位网友早晨,欢迎又到我们《望向早晨》的时间 录的时间是2020年的8月19号 首先这里有社长Raymond Wang 大家早晨 澳洲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查时珍你好 纽西兰的易德台仰 大家好,各位早晨 和我嘉探生,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点赞和分享 还没按订阅的,按下订阅和旁边的小铃 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二台正向报 三台沙烂器那里点赞、分享、订阅 好了,这一节呢 开始之前就要有些东西更新的 昨天如果大家听我们的正向报 我们就说这个厨道就心狠手辣 器具补税 就剁了自己的财长 结果有点出人意料 不过是情理之外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我开始估计是他会找回以前那些旧人出来 结果没有的 不是旧情人 不是旧情人 就是旧人 以前那个中央银行行长 可能不知道有什么办法 可以弄他出来,顶一会儿 结果没有的 他就找了自己的秘密武器 就是女性主义 就是找了一个 现在她的副手 总之有大件事给她做的了 那个叫Flyland Kristin Flyland 中文名叫方惠兰 是一个白人的 就原本就是哈佛大学出身 就做了个记者 之后就选国会 选了三次都选到的 就是都做了十多年了 他现在呢 开始他就被她做外交部长 他是由国际贸易部长 就转到做外交部长 再由外交部长 就位以重任 就和这个美国阿森对决 讲这个自由贸易 讲得做得不错 顶得住 就搞到阿森很生气 然后就走了去欧盟 又和加拿大 其实代表加拿大 又和欧盟讲数 讲完之后呢 这一次十九呢 他就拿大旗去对付十九的 以为他没有 就是他没有空 搞那么多事 结果呢 因为他的财长下来 就决定把第二把交椅 就给了他做 这样讲 市场反应是正面的 因为个个人都说 他都是一个能干的人 而且他是搞过国际贸易 他都懂得经济的 这样讲 那都算是女中豪杰 我想如果自由党 再来两三宗的丑闻呢 他会下来 他就会统这个女人上 就是这个 这个是我预见的手法 那么 如果说起女中豪杰 纽西兰也有个女中豪杰 又去顶阿森 是吧 撒娃真 是吧 撒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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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阿森他就口出狂言 他就昨天就说 哎呀 新西兰的疫情好恐怖啊 我们不想像新西兰那样 新西兰之前就 又说自己搞定了病毒 现在不断升啊 那算是怎样呢 那升得很厉害 他还要这样讲 其实事实就是 我们这里昨天的确诊是9宗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但是昨天同一天 在美国的确诊是4万宗 哈哈哈哈 他没得比较的 这个傻子 我相信这个大统领 他连他自己的国家已经是多差 我相信他都好像不知道 可能对他来说只是个数字 那倒是 因为死的不是他嘛 死的不是他 也不是他身边的人 但是他为什么突然说新西兰呢 是不是他想 找新西兰做借镜 然后 他就说 因为现在 我们抗疫就很棒 那么新西兰之前 他们都说自己很棒的 但是现在 他们现在又爆上了 那个病毒啊 升得很快 这样 是啊 升得很快 9宗了 确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快的了 哈哈哈哈 那么就是 他就说 我们不想像新西兰那样 你看他多糟糕 那么就是 就是 唯一不同的就是 我们这里一游 就是一游 好像四单 最初四单 就马上 去回level 3了嘛 立刻封城 就是全部人在家里工作 还有 就是 有限度服务所有东西 就 再找回那个病毒出来 最初封三天 现在延迟到 下个星期 那么 那 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十二日 十二日 那么 那其实就 没找完那些人出来的 那么现在当然 有很多 就是 令人恐慌的消息传了出来 那么 那么但是令人恐慌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有一条人 就去过一个超市 那么逗留了一个几宗 那么 那现在那些人已经很害怕了 其实大家 就是 这里的人呢 对那个病毒呢 是有一个 就是敬畏的心的 就不要紧张的 对 都紧张的 其实就是 就是之前最初 那些人 都说封之前呢 那就很多人去超市抢东西 那现在 其实 就很少人了 就是 就是 礼拜 礼拜日的时候 我们去买东西呢 基本上超市比正常更少人 那些货是没有缺的 但是 是最初的几天呢 就 就是销售是正常的五倍 那现在 基本上 是回复正常 低一点点 这样 这样的地方 管治是容易很多的 就是大家 有一个 想法就是 喂 我们不是讲政治 我们做个实事 是不是 你在这儿 把所有东西高度政治化 你就看到 结果就是美国那样 总之 什么东西都找个 肥佬特朗普出来说 哎呀 这些 我们做得好备 其实完全是大话来的 基本上 你看看特朗普 就看到什么 是真正的假大空 就是 当然有很多人说 美国做得好啊 就是我从来都没有说 美国做得好 我从来都说 美国一定解决得到 他们的解决方法 只不过是一般人 接受不了 就是我们这些人 就是我们这些人 哈哈哈 有些人说 你炒了车了 Raymond Wong 又说美国搞得好 美国是搞得好 不过 他搞得好 和你的搞得好 是两个世界 你要明白 和敌言一样 就是用粗东西的方法 搞得好 和用文明的方法 搞得好 是不同的 就是那句 他解决 是解决一些人 哈哈哈 哈哈哈 那你解决他们的人 那自然就 有很多人死得很惨 是吧 这个现实就是这样 嗯 那特朗普 你继续说吧 卡珊 那特朗普找你们来做例子 是不是 他想学你们 延迟选举 他不是 他想搞延迟选举 我相信他是随口说的 就是突然想起新西兰 可能最近有些幕僚 回报给新西兰 重新爆发了 好害怕的 好多啊 其实就不是很多的 真心地说 很少事而已 这里 九单 你想想哪里 就是单位数 其实单位数 你想想 单位数根本上就很少事 嗯 香港一天都 几十单 到今时今日都是 是不是 那几十单的话 和九单 我们这里的人口 其实就加上 应该五百万左右 少香港两百万人 所以 按比例的话 我们应该 如果 就是 好像香港那样 我们应该有 几十单一天 但是没有啊 就是九单 那还有一件事 就是当然我们那个 地缘的问题 就是孤岛很远 那应该就没事的 但是之前我们一直都有 零星的个案 零星的个案 全部都是 我不敢说全部都是 其实就是 绝大部分都是海外输入 那海外输入 其实就是 有 几大的比例 是经香港转机的 是是 我看到你们的新闻 都是 是 亚洲输入个案比较多 有些是 好像是来自 印巴的都有 我记错的话 是印巴的都有 但是 就是转机的地方 都是香港 就是那些人来之前 都是去过香港 所以香港本身就是一个 就是 挺危险的 因为最大的问题就是 香港现在是 没有办法完全封城的 有些人说 封了就行了 不用找到 香港的机场之前 养活了很多人 是谭文豪搞死了的 现在尽力维持 基本上就是尽全力去维持 特区政府是做很多工作去维持 当然有些人不守规矩 就是机场 尤其是有些黄友 他宁愿以身试毒 自己应该 整天去验一下 他又不验的 其实政府是不用他们给钱的 是喜欢什么时候验 又是什么时候验的 是啊 又怕DNA被人偷 又说什么什么 就是 我不敢说 说这些东西 就是说这些东西 只是令我想起 那些美国那些傻人说的东西 科幻片 不是科幻片的那些东西 就是说打个东西 进去那些傻人 什么抽血就会抽死我 有人相信 那些傻人 是啊 香港是沦落到这个地步 不是啊 他们更夸张 他说 现在大陆抽了DNA之后 他就会复制另外一个我出来 接着就杀了真正的我 他们杀了人 神不知鬼不觉 这样啊 大佬 他复制一个人的成本是多少 喂 你是不是真的这么值钱啊 大佬 那么科幻 就是你的想象力那么丰富的话 就是 好心理啦 就是写一下科幻小说好了 不要 就是当这些是事实 周围说 喂 我一听到我也觉得好笑啦 科幻小说未必想到这么离奇 是不是 喂 喂 政府因为19 接着 好了 抽你那些痰 或者什么样本 就是香港那个之前的研发就是 拿痰 就不是用烟饰子 喂 拿了那些样本之后 就要去整个DNA 接着拿个DNA 再去复制一个你出来 你什么人啊 你什么人啊 如果我弄倒你 就算了 为什么要再复制你呢 少过你 那就少过麻烦 哈哈 他们那些人是疯狂的 之前做831死了很多人 地铁打死人 喂 你都说831可以打死人的 那用不用复制你这么麻烦啊 就是你自己想法 可不可以维持一点一点 有些一致性 有些连贯性 那个逻辑 是不是 就是你的逻辑是乱的了 但是你起码都有连贯性啊 连连贯性都没有的 那怎么办 香港就死了 其实就是 哈哈 就是这么荒谬的 所以就是 那 就是为什么要讲一下 讲一下 就是这里呢 都讲回香港呢 就是因为 实际是太荒谬了 那些人讲的东西 就是而且我懂得一些 怎么说呢 在机场做事的 就是思想比较黄的人 就讲这些说话 所以他是不给 就是长期戴着口罩 勁用洗手液 都不要验19的 那都可以的 他们真是相信的 最糟糕是 哈哈 那是不是智商 就是出现下降的迹象呢 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一个地方 当你变到高度政治化呢 讲的话呢 就没有事实根据的了 很多人都 你看川普他讲什么 喂 美国三亿人 没错 是我们这里几百倍 就是人口是几百倍 不是几百倍 几百倍 没说错 几百倍 都没有几百倍 其实应该一百倍都不到 几十倍应该这么说 但是想讲一讲 就是我们这里只有九单 如果按比例 如果你们美国抗疫是成功的话 应该就只有几百单 整个美国 但是美国有几万单 一天 还死了十几万人 已经 就是我们这里死了一个小城市的人 已经 有些城市只有十几万人 你们死了十几万人 还说我不想像这里那样 这里死了几十人 如果没有记错 就不记得了 这数字 但是死了很少人 很少 死了二十二人 是啊 死了很少人 根本就是 你们的女总理 阿珍姐 直接走了出去 电台那里串腰 我们死了二十二人 哈哈哈哈 就是一堵大厦都不知道住二十二人 是不是这么说 哈哈哈哈 其实我们这里是很搞笑的 就是本来一年感冒都死了这个数字的人 结果呢 就是你封城之后 感冒死的人都没有死 结果就是十九死 其实就转了去 就是本来应该感冒死的人 转了去十九死 感冒这里一年都死了几百个人 之前 但是因为封城的关系 其实 其实连感冒的人都少了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很好笑 就是说 就是阿珍他根本就是 因为其实他要搞一些东西 有两样东西 就是第一波盲虫 第二就是高度政治化 这两样东西都是害死一个社会的 我们这里呢 就是不是政治斗争 不是佔生活那么大部分 大家都去银食为先 大哥 银食做事 平时星期间就去看一波 或者去做其他的活动 去走山 都很健康的 其实基本上大家的生活都很健康 新闻一定要知道的 因为大家都要做生意 做生意一定要知道 那个社会在做什么 那些人在搞什么 要知道那个现实是发生的 什么事 要知道的 但是 会参与政治的 你们搞的 你们是专科 你们说是专科 其实真的搞政治的人 是看不起的 试过有很多民调出来 就是说最不可靠的人 就是最不可靠的职业是什么呢 永远都是 绑首永远都是政客 政棍或者政客 永远持续在绑首的 是 最能够相信的就是农民 我这就是消防员 消防员 是啊 最能够相信就是消防员 接着就到农民的了 哈哈哈哈 就是其实农民又不是很 就是怎么说 这些农民是很有钱的 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人 会特别相信农民 就是我不知道加拿大是什么 但是 这里和澳洲的农民 实际上有的资产很多 但是 但是 都是要 all money的农民 才可以生存得到 有很多人自己 去借钱去买一个农场 那些 尤其是城市人 那样做呢 就很多时候都是破产收场 你一借钱去买农庄 你就做不到 其实就是 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做 你不知道怎么做 还是不知道市场怎么走 你有技术都没用的 因为农业这一样东西 有很大程度都是望天打掛 到现在 就是不同 这里的农业和中国是不同的 中国的农业呢 就是你譬如种菜都是用棚来种 就是种番茄那些大棚种 那为什么要用大棚种呢 就是你将那个 就是可变的数字 自己掌控了 那就令到那个风险是相对变低的 但是 这里不会的 你都是望天打掛 有多少雨水你控制不了的 这一样东西 也都没有一些大型的水利工程 去令到你那个 那个水的供应是稳定的 就是你中国那个 那个叻的地方就是 治何治了几千年 一样一样的承认 就是每一滴水都要用到尽的 是去增加那个农业产出的 所以那些人说 喂 中国 不碰的了 缺粮了 不可能 其实一直的国策 都是水利和农业 是两条腿走的 就是不断 就是要提高那个 那个粮食自给率的 从来都是 那么 一个这样的地方 怎么会说缺粮才行 就是当然 当然 有望天打掛的成分 农业始终都是有这一样东西 但是 中国已经是 就是用一些水利工程 令到那个 变数减低了 就是你西方就不会的 比如澳洲种米才好笑 澳洲的种米 基本上就是 它是很投机的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种 它见到哪里可能多雨水 今年可能多雨水 它就在那里播种 其实就不是 跟中国那种做法一样 就是西方那种做农业 是有很大的投机性在里面 而中国的那个变量是少很多 那么 当然了 现在西方都在改变中 就是你欧洲就从来都是 就是那些可变数 就是管控的很厉害 但是 就是澳洲啊 美国啊 那些都是比较粗放一些 望天打掛的成分是高很多的 就是我想加拿大都是 就是 你不会说整个棚 尊重一大堆番茄 就是都有了 但是不是主流 就是主流的东西都是望天打掛 都是靠个地 你地多人少自然可以这样做的 今天这一期不可以在这里种 就转到第二个位置了 你地少的地方自然就要密集一些 最好就可以控制得 连气候都可以控制到 在温室之内就处理它了 大家的国情不一样 你看看欧洲就是 欧洲都是跟中国类似的 就是欧洲你看看西班牙那些 它就是整个大棚在那裡 就是菜权在棚那裡种 就是西班牙是强得 可以差不多供应了整个英国的蔬菜 就是之前是 是啊 除了自己吃之外 那些番茄很便宜 番茄是拿来扔的 垃圾 它们是很厉害的 就是你要明白 就是都要看一下人家是怎样的 那中国都是用这一套的 所以你说中国不厉害 说会缺粮的人 根本你对中国的农业都很不了解 就是中国也都用了很多时间 自从习生上场以后 就是整好那些土地 之前污染了那些土地 是用了很多年去搞的 就是习生上场以来 就是搞这些 老师说什么 老师说 他提倡 不要浪费肯定肚饿 不要饭吃 如果这么说 西方都已经饿了很多年了 西方一直都说 不要这么多浪费的 因为 就是这些 叫人不要浪费的运动 全部都有的 其实全部地方都叫人不要买这么多一次过 因为买了很多 根本就是扔的 就是那个现实就是 超市也都不想这样做这些生意的 就是我自己的了解就是 因为 就是你逼别人买些不用买的东西 你有这样的习惯之后 他们就会去一些其他的店铺 因为超市始终是买得贵的 你买得多的人 他永远都是去一些 就是果仔商店 就是唐人开的才会再便宜些 有很多人是买来扔的 买来扔他一定要找再便宜些 不断找再便宜些 其实对超市是没有好处的 就是超市的生意是要令到人越吃越精 其实是 就是你越吃越精和越吃越少 其实 再是做一些 就是怎么说 高利前的东西 就是越吃越贵 其实是这样做的 不是说 那些人越吃越便宜就有生意 不是这样的 因为越吃越便宜就有生意 不是好生意来的 那个做法 应该是一定要 越吃越精和越吃越漂亮 越吃越好 这样 那么那个生意才可以持久 那好吧 来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是啊 好啦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